到底是誰見不得台灣取得疫苗 到底是誰在中間阻擋 把他講出來 我號召台灣2300萬人 一人一口口水把他淹死 太可惡了 人神共憤 這種就屬於偷雞摸狗 你知道嗎 不循正道而做 想要走個後門去 不會成功的嘛 講偷雞摸狗這樣的形狀實在是不恰當 跟總公司談是偷雞摸狗 那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陣陣當當 我們今天來處理一個沿上的議題 沒錯 一個無心插柳柳橙枝 有心在花花不開 無心插柳柳橙枝 一邊偷雞摸狗的貼文 對 沒想到引來了 各種何宗宅 法律歸法律 政治歸政治 我是貴智 我是若毅 說到核中 我先講核中 其實蠻多的粉絲希望我們聊核四的議題 但我堅持不講 我不是核能專業的人 然後能源政策 基本上也跟法律沒有太大的關聯 譬如說電業法 雖然本來有一條是非核家園 被拿掉 而且這個條文本身不是法律的重點 它只是把一個政策形成法律而已 那這個法條本身應不應該存在 是回到能源政策來討論 他沒辦法用若毅最喜歡的憲法 沒有辦法用我自己比較熟悉 什麼勞動法 法律的價值 他不是靠這些東西去規範的 所以一個國家 到底應該要有核四 到底應該要有核電廠 好像很難從法律的關聯去出發 但其實有一個大法官解釋 就在講核四 但那個也是講預算萬的問題 對 但是這個可以用核四包裝 騙大家進來聽 但是你講這重點 因為說真的核電 其實我們也不是很 所以我們比較謹慎 比較隨意去碰擊不種東西 那我們今天談的問題 也是法律東西嗎 疫苗 疫苗 我花三秒鐘跟大家講的故事 好 就是趙少康批評陳時中說 他直接跟總公司買疫苗 是偷雞摸狗 偷雞摸狗 見不得人的事情 不循正道 想走後門 對 然後就說沒拿到疫苗 就是有外力見入 這個就是檢討自己 大致上是這樣子 其實法白的粉絲專頁 就PO那個貼文 其實就完全是 只有聽到這一段對話 對 然後其實這個也不是我想到的 是誰想到的 是我在臉書上面 看到別人 他在自己的動態牆上面玩 他就說 我真是太偷雞摸狗了 我買一台全新的MacBook Air 他說 我沒有跟StudioA買 我是跟 Apple的原廠 官網上下地 他說我真是不循正道 偷雞摸狗 買一台MacBook Air 然後我都看到 覺得這實在太好笑 因為這個 這一聽就很荒謬 我就一個把這梗偷來 然後貼在法白臉書上面 對 然後反正就造成一些問題 然後下面開始狂罵 所以過了一天 我才發現說 這個觸擊率怎麼會高成這樣 我買來沒有預期到 因為那完全是一個 沒有法律給的東西 完全就是一個發幹話的貼文 那沒想到下面可以罵成這樣 而且下面罵到後面 我覺得不出來處理不行 因為下面開始罵說 什麼法白怎麼這麼不專業 自砸招牌 代理商 經銷商 通路商都搞不清楚 然後還有人說什麼 你是個律師 這樣子招聚打傷勢案件 你會贏嗎 然後後來連土條都來了 我覺得關鍵就是在土條 事修影可能就是帶了一些 他的流量也蠻高的 應該帶了很多流量進來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來處理一下 怎麼可以被人家說不專業 沒錯 怎麼可能會搞不清楚 代理商跟經銷商 怎麼可能 你給我多少代理商 和經銷商合約 誰會搞不清楚這個東西 好 但我覺得 我們要先跟大家釐清幾件事情 然後我們最後再含涉到 我們到底出了什麼樣子的爭議 大家會比較清楚這樣子 從剛剛那個故事裡面 其實產生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大家批評是從誠實中 我們為什麼不跟代理商買 跟原廠買對不對 爭議在這邊 那我就好奇 那為什麼不跟代理商買 其實真實狀況是怎麼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要先強調一點 OK 所有跑來罵我們的人 都會貼他們自己看到的消息 但是那個消息 到底是不是經過證實的 有沒有辦法查核 都不知道 說真的這時候我要講一句 社會法白馬英九有一個名言 OK 我也是看報才知情 對不對 說實在就是你講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真實狀況是怎麼樣 對 我們都只能看報才知道 報紙上的狀況 我們先補一個脈絡給聽眾 OK 來 趙昌高為什麼出來講這句話 好 因為就是要批判 說陳時中身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 總指揮官 總指揮官 在台灣買不到任何一劑的疫苗 人家以色列施打疫苗普及率 已經高成那樣 馬來西亞已經1.1倍了 對 那台灣一直都沒有 不像話 那我覺得出來批判也合理 因為確實進度落後 對 那本來政府就應該接受監督 沒錯 然後就批判為什麼衛服部 不直接跟代理商定 卻要繞過代理商 跑去找原廠買 那原廠基於他的代理合約 他不賣給你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他就罵陳時中說 你這個是偷雞摸狗的行為 好 接下來我們我覺得 我們可以分兩個部分來看 哪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原廠不賣給我們合不合理 反過來是說 我們去找原廠買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這兩件事情不是等價的 他不必然的要同時都合理 或同時都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要先釐清的 那你要先釐清哪一部分 像你剛剛不是問說我們 為什麼不跟代理商買 為什麼不跟代理商買 所以今天這個案件有三個角色 有台灣 有代理商 然後有原廠 我們先這樣理解好了 據說代理商又是原廠股東 或是怎麼樣 我看太多消息 也是看報才知情 我也是看報才知道 我覺得都還有很多需要查證的地方 但我覺得先不要把問題複雜化 我們就先假設三方關係 在三方關係的情況下 代理商不願意賣我們 那就有很多種可能性 有各種小道消息出來 第一種說法是 名嘴無子家說的 他說是有綠營的人從中做梗 反正就是他說有某個立委 從中做梗 也搞不好他其實見不得就是 派系鬥爭 借不得其他派系 先搶到這個代理權 對 因為據說有一家公司 本來也要跟這個總代理商 簽到台灣的代理權 然後被某位綠營議員擋下 這是某一個市場上的傳聞 對 我們再次強調 對 無從查證 我們是看新聞 新聞說是名嘴無子家說的 對 所以實際上怎麼樣 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只是這是一個說法對不對 然後政府這邊說法是說 因為代理商那邊 有人不希望台灣過得太開心 對這個是我聽到的說法 所以趙少康才會說 到底是誰不希望台灣買到疫苗 講清楚 一人一口口水淹死他 我就號召2300萬個人 一人一口口水淹死他 對啊 少少康這個霸氣 霸氣 看起來有取代韓國瑜的趨勢 我感到好興奮 好興奮 我最喜歡聽這種政治人物講幹話的經濟 聽得很熱血 熱血熱血我好興奮 這樣的選舉才好看 對 你不覺得蔡英文的選舉很冷嗎 很boring 就蔡英文講話都很沒有氣勢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韓國瑜 但我票個頭給蔡英文的原因 你只是想看他表演就好了 對 好所以有這兩個說法 反正代理商不願意賣我們 OK 那我們先不管好了 反正代理商 我們就先假設代理商就是不願意賣我們 OK 但不管什麼原因先不重要 是我們自己內部搞一搞 還是別人的阻礙 先不管 那今天代理商就是不賣我們情況下 台灣要不要買 還是要買吧 那你政府要想辦法 對要想辦法 那你繞過代理商跑去找原廠買 那洛義你雖然是憲法老師 對 可民法應該也不錯 畢竟我還是有考上律師的 那你覺得 我們能不能夠繞過代理商 直接去找原廠買 我覺得是可以的 為什麼可以 因為這講一個契約的相對性的問題 那我們要先講原廠跟代理商之間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契約 他們之間一定會簽定一個契約 就是說我的東西可能交給你賣 所以他們之間會有一個契約這樣子 可是這個契約很重要的一點是 他只拘束原廠跟代理商 我們講他們的規則是他們之間的事情 因為原廠會授權給代理商說 好可能台灣歸你代理 對 那我台灣的出貨原則上都歸專屬於你 對 對 可是這個約定只會發生在原廠跟代理商 他們跟他們之間關係 對 原廠跟代理商之間自己有這個約定 沒錯 那我們跑去找原廠買 我們會違法嗎 不會啊 因為那個契約就像剛才講 他只在原廠跟代理商 對 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跟原廠去買東西 那時候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契約 對 這個契約的效率 原則上也只發生在我們之間而已 對 跟代理商也沒有關係 對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水貨 對 水貨在法律上的術語叫做 真品平行輸入 真品平行輸入 非常法律文言文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什麼大家習慣叫做水貨 因為水聽起來就比較差感覺 感覺 很水嗎 可是水貨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情形是 他必須要跟代理商有權 代理進口的貨品是相同品質的 對 因為不然誰要買 不然你變防冒品 因為水貨 不是防冒品 之所以可以叫水貨的 就一定不可以是防冒品 一定不可以是A貨 OK 譬如說勞力士 你可能是有一些人 自己從國外買一堆勞力士 然後拉的行李箱進來賣 這就叫水貨 因為這個人沒有得到勞力士的授權 所以他可能不能夠合法的宣聲 他自己得到勞力士的授權 他等於是自己買貨自己竟然賣 可是你買到 你跟他買到勞力士表 可能完全就是跟透過代理商買的 是一模一樣 我們不要講勞力士 這太高大上了 我們這個還買不起 我們譬如說蘋果電腦好了 好 在台灣蘋果電腦有授權的代理商 譬如說是燦坤 譬如說有CU.A 那我能不能夠去日本買一堆 買三台蘋果電腦回來賣 其實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在日本買iPad 買MacBook Pro 買MacBook Air 都比台灣便宜很多 不是便宜一點點 便宜很多 譬如說我這邊這台15寸 2016年的 這一款當時在台灣 它的售價在蘋果官網 是9萬6千元 我在日本買 它的排價是換算在台幣後 只剩下7萬8千元 差很多 然後有時候加上會差 加上退稅 加上那個賣場本身有時候會有些優惠 我這台我記得實際只花7萬4千 所以就少2萬 從9萬8變7萬4千 那是你也要在日本買 在台灣買 當然日本買 反正就是這樣是比較 所以是可以的 可以的 現在就會有人這樣做 就是去日本玩 然後就順手帶一些東西回來賣 你看我買一台回來 價差都2萬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 你想不到違法的地方 可是有一個人會不開心 誰誰誰誰 代理商不開心 代理商就不開心 燦坤跟StewDia可能不開心 假設他們可能不開心 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會做一件事情 這種總代理或總經銷 他有專屬的 他有專屬銷售權利的 他通常會拿到商標權 我要在網路上 賣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勢必很有可能會用到商標 譬如說蘋果電腦商標 勢必會出現在 蝦皮的頁面上面 所以真品平行輸入 在販售的過程中 最常出現的障礙 其實是商標權 商標的問題 以及公平交易法 因為總代理跟總經銷 通常不願意幫水貨做保固 但是這一些水貨商 有些人會故意說 這些你在台灣也可以保固 這些東西如果被抓到把柄的話 也有可能被拿去 公交法 用公交法說 這個是故意要混淆 或者是故意提供不實的消費資訊 所以消費法法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真品平行輸入 在台灣是可以賣 但是會有更大的法律風險 對會有法律風險 因為代理商一定會出來找你查 我覺得那重點在於說 法律上是可以賣 只是你的賣的成本會很高 所以至少可以找一件事情 跟原廠買這件事情 是沒問題的 對 這至少在法律上是沒問題的 對 你如果原廠要直接賣給你的話 就你剛剛講說這兩個層次 對我們可以跟原廠買 但買賣 我願意買 不代表人家願意賣 對 所以下一個問題是說 人家原廠願不願意賣 人家原廠知道他已經有代理合約 理論上他不能夠 他只能透過代理商出貨給你 他不能夠直接下單給你 所以如果原廠賣給我們的話 他有可能會違反他自己 跟代理商的代理合約 但是那也是合約的問題 那不是法律的問題 對 那不是法律 那就是考驗人家友誼跟商誼 商業上誠信問題 對 有時候商場上是殘酷的 對 就如果我這樣做 違反契約 但我更有利 那就做嘛對不對 很多人都會這樣 就是直接違反 對阿 我要跟觀眾講一個概念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契約很至高無上 對 其實我覺得沒有 契約是可以拿來違反的 你只要願意付出代價就好 這個邏輯讓大家知道一下 對 我們在講契約自由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爭議的自由 叫做契約當事人 有沒有違約的自由 我們說契約當事人 有締約的自由 對 決定契約內容的自由 這是民法總責學的 對 你還記不記得英美法導徒 會討論一個事情 契約當事人有沒有違約自由 在英美法的世界裡面 他們認為契約當事人有違約自由 大陸法系的世界裡面 這件事情比較沒有人討論 對 因為這件事情會讓人覺得 違背某種傳統上道德的感情 對 我不確定是大陸法系有沒有討論 但至少在課堂上面的那個老師 他覺得不應該承認契約當事人有違約自由 有 因為這個是一個違背誠信原則的事情 他有講過 對 他有講過的概念是他覺得契約應該讓他跑完 但我不太這樣認為 當事人選擇違約 是當事人 就人有自主決定自己行為的權限 對 這個意思 對 但是他說不應該去正當化違約這件事情 可是在美國相對個人主義 相對自由 甚至是很資本主義的考量 當違約的利益大於損失的時候 違約的損失就是他可能要賠代理商錢 對 但是如果你能賺更多錢 他幹嘛不賺 他幹嘛不賺 就像是 如果我今天我租房子 租房子不是有兩個月押金嗎 對不對 我提早搬離開 其實不是懲罰 我只是要多繳兩個月押金 來換代價 但如果我可以搬到我覺得更舒適的地方 那也不會怎麼樣 對 就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什麼絕對的 好像說違約就是不對 至少我要強調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一定不對 其實真的沒有一定不對 對 但就會被人家說 也可能背棄妄議 沒有信守承諾 那也是一個你要考量的 你今天違背這個合約 會不會在日後 對於自己名譽上造成損害 這本來就是在這個選擇過程中 你會去考量的事情 但是還在跟觀眾講 這跟法律無關 對 我覺得這跟法律無關 這完全是商業考量的事情 講直接點在商言商 對那這時候產生一個問題 那我們這樣講 會不會是鼓勵大家買水貨 可是買水貨什麼錯 還是回到剛剛的重點 就是其實沒有錯 就是沒有錯 所以你買水貨就是 你要自己知道會有風險 你買水貨是不是 你在台灣沒辦法保固 就像你剛才講 假設我是賣水貨 我跟原廠買在賣的話 就像剛剛貴姿講的 你有更多法律風險對不對 公平交易法問題 跟商標法問題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可是你有更高的法律風險 那買水貨的人 就必須說 你的保固可能是 沒有這麼有保障的 對不對 OK 我們其實已經算是 有點把這個法律關係講的 算是有點像讓大家清楚 對不對 原廠代理商跟買方 那法派到底 PO文到底什麼樣子的一個爭議 我們的PO文我寫的 我直接說我寫的 好 我不要把責任推給那些下面的人 大局承擔 自然公關危機 可能就假裝是什麼小編寫的 就我那時候就說是我 我們來例數一下法官 經歷過幾次公關危機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不算 我覺得沒有到這麼大 我覺得比起前兩次 這一次沒那麼大 是因為你們覺得那不算吧 我覺得這還好 我覺得有一點算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會讓路過的 就是粉絲有分的兩次 鐵粉跟一般會看的人 然後再加上不喜歡我們的人 這件事情是 一堆不喜歡我們的人 跑過來 利用這個機會撿到槍 罵我們 可是他們講的東西 看起來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它會傷害到 對我們沒有那麼熟悉的 那一群粉絲 就會減死我們 在這些人心中的公信力 同意 但我覺得前兩次 比較像是喜歡我們的粉絲在罵我們 所以這次狀況不太一樣 我覺得是 這次我會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是因為罵我們都是比較不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層次上有差別 蠻明顯的 這次跑過來罵的人 第一句話就是說 法白不意外 法律答案 律是律社律 什麼幫主持護航漏之類的 很煩的 我想說哪有啊 很煩 總而言之 反正我寫這個貼文的動機 就是看到照常常講這個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 蠻好笑的 對 但其實我那時候的認知是 台灣沒辦法跟代理商買 所以跑去跟原廠買 我覺得你講買一家偷雞摸狗 就很好笑啦 如果我今天是說 德國原廠偷雞摸狗賣給我們 這還感覺 這還比較有道理 這還比較有道理 因為是德國原廠 明明知道自己有總代理合約 他卻賣給我們 他才會有更高的法律風險 那才叫偷雞摸狗 那才叫偷雞摸狗 怎麼會是買東西的人 偷雞摸狗 對 所以同樣到底拿偷雞摸狗 這四個字罵買方是很怪的 OK 現在罵我們正義就是說 因為我舉的例子是 法白的書 先打出一下 好 各位 夜配時間來了 法白最近出了一本書叫 花了法 那他是我們之前跟這個 眼球中央電視台 視網膜跟公視的青春發言人 我們之前在網路上 做了八集的動畫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八集的動畫 都變成書 那我們這次的主編這本書的人 書雷 就之前前陣子上台通的書雷 就表示說 我們就是要故一本賣一本 就是起爭議的書 因為裡面談了非常非常多 有爭議的議題 好比說很久很幾年前曾經發生 那個勇夫案 小偷跑到家裡 結果他為了保護老婆 把這個小偷勒死 這一次在法律上到底有沒有成立 殺人罪等等 我們就用十篇故事 搭配精美的圖畫 來跟大家講 十個在台灣發生的爭議故事 沒錯 馬上到法白的官網 立刻下訂單 就可以收到 WTF這本新書 外加還有什麼 我們會送大家一個什麼 小杯套 小杯套是什麼東西 你解釋一下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還以為你不知道 我故意問的 我想說你在耍什麼憨 我故意問的 對 對 可以拎在手上 可以拎在手上 對 精美的禮物 就是可以讓大家帶走的知識 又可以帶走一個實用的用品 這很可愛 很可愛 因為我媽都忍不住要一個 但她沒有買書 對 貴姿的媽媽在群組裡面說什麼 這個東西好可愛 可不可以給她一個 我就幫她拿一個回家 你媽滿可愛的 可是大家不是我媽 所以大家要買書才會有 沒錯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合理 我們現在就是櫃子要以我們的新書 來做一個舉例這樣子 我的舉例就是說 我們的書在伯克萊有賣 有成品有賣 但你也可以來法白買 你可以偷雞摸狗的 直接來法白買 因為我們自己網站可以自己下載 對 我們最希望大家偷雞摸狗的 來我們網站上買這樣子 好 這個例子就被抓出一個問題 OK 因為法白跟伯克萊的關係 法白跟成品的關係 他們是法白的通路 他們既不是法白代理商 也不是法白的經銷商 OK 然後就被抓到這個把柄 說那個疫苗 德國跟那個什麼上海什麼復興 他們是代理商的關係 那你們跟伯克萊 又沒有代理商的關係 怎麼可以拿來類比 就被抓到這個議題 然後狂大 然後說我們搞不清楚經銷商 跟代理商的關係 那你要不要回應一下這件事情 我先回應這件事情 第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 跟伯克萊還是生品簽約的 其實也是書版社根本不是我們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跟伯克萊沒有契約關係 我們根本沒有 對 但我舉這個例子是好玩 就是說 只要去凸顯個點 就在於說 你會覺得當例子變成是 你買書的那個讀者的時候 你說讀者脫金摸狗 不是很荒謬嗎 對 因為我們今天可以假設一個情況 假設伯克萊是專屬通路 法白的書只能在伯克萊買到 那法白還偷賣 那這個是我們 到底是法白偷金摸狗 還是那個讀者偷金摸狗 應該是我們 對啊 因為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讀者這樣做沒有錯 對 OK 所以第一點就是在於說 其實發現到說 我們跟伯克萊之間 到底是代理 是通路 還是經銷 沒那麼重要 不重要 關鍵只在於說 我們跟他有沒有專屬的約定 所以你想要凸顯的是說 其實 彼此之間沒有契約一個關係的時候 其實 偷雞摸狗的通常是 我們從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比較會集中在賣方 買方在這些案子裡面 不論是我們的案子 或是今天印表案子 不太會發生 買方是偷雞摸狗的狀態 對不對 你想凸顯這個東西 好 而且如果買方用這個方法買 可以把它比較便宜的 那你會覺得是買方為了貪圖便宜 偷雞摸狗 還是賣方為了要賺錢 所以故意賣比較便宜 去傷害獨家通路上的利益 一定是賣方那邊 所以那個整個去怪買方 這個邏輯本來就是怪的 而且這個賣家還有中間那個人 是通路啊 是代理啊 是經銷啊 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差異是不重要的 那這個 但是一個不重要的差異 被抓出來 然後被亂打一通 所以其實禮拜天下午 我花一點時間想說 這到底下面在吵什麼 就是他們找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講的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又 我們被抓到了一個不重要的差異 但是這個 他拿這個不重要的差異 把它講得很重要 OK 打到吵人了 就他到底是 我們跟伯克萊之間 到底是不是代理商 我們不需要跟伯克萊之間是代理商 其實也可以類比到今天這個案件 懂我懂你意思 所以完全是可以類比 被說不可類比 這件事情我是覺得荒謬 我如果要白話來講的話 我覺得偷雞摸狗只會發生一個狀況 他不應該賣 但他賣了 對買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沒有任何的法律 沒有任何的契約 可以去規定去約束買房 不可以買 對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 在法律上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叫善意的第三人 所以如果我都是不知情的 我買一個東西 即便那個東西是有問題 但只要我的不知情是沒有過失的 法律基本上是保護我們 對不對 尤其這件事情跟過失又更沒有關係 沒錯 對啊 但我現在幫他們講一點話 就把它平衡報導一下 我後來也花一點時間 去理解他們在講什麼 OK 這我猜整件事情會燒成這樣 是因為大家對於為什麼衛福部要繞過代理上的動機 OK 那個動機很重要 那這個可能會是什麼問題 就那個偷雞摸狗指的不是說法律上有瑕疵 指的是動機上有一些政治偷雞摸狗的動機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聊一下 反正法律歸法律政治歸政治 法律會結束了嘛 像我們一開始講到它動機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 綠營有人從中作梗 對 另外就是派系鬥爭 對 所以你故意不找那個代理上 你故意去找原廠 那第二個是什麼 中國從中作梗 就是你把錯誤都推給中國 對 或者是有一個理由好像是 不想要直接跟中國簽約 不想要把錢給中國公司賺 對 因為代理上是中國的公司 對 是上海復興嘛 對 所以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為什麼衛福部要繞過代理上 直接去找總公司談 有一個關鍵原因是 是不想要讓中國公司從中賺到佣金 因為代理上他們可以籌佣金 或者是可以抽取報酬 當然 不然他做這個生意要幹嘛 他一定賺錢嘛對不對 來罵的人 先被我罵 有一派方是說 你就是不想要給代理商賺錢嘛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立場 比較接近的粉絲認為說 本來就不應該給中國公司賺 對 那其實坦白說 我在這個點上面 我覺得 你要有本事繞過代理商的話 你就要本事談得成 那你要比如本事談得成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變得買比較貴 因為你要讓原廠負擔比較高的風險 OK 對那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如果是從這些陰謀論 動機論 政治層面的方向去批評的話 我就可以理解他們在批評什麼 我覺得其實也稍稍比較合理一點點 就終於聽懂了 就其實他們朝著變 這麼跟我們講的法律無關 不太沒有關係 而且層次不太一樣 層次不太一樣 對因為你有點像是說 你用這個例子作為舉例 但是以輸的話是另外一個法律概念 但是他背後導向的邏輯是相同的 但他們其實吵的事情 不是這個是那個動機裡面的 那個政治的因素 然後又掀捨到 其實可能會有國族的議題的問題 對 世襲會變成這樣子 對 所以今天這一集講的內容 就是非常呼應這個 翻譯員的標題 法律與法律政治歸政治 這個議題就是很標準的 很標準的 法律歸政治 就他真的有法律一點 而且看兩種說法 都可以在這個法律點上是成立的 對對對 可是當然我們直接就發現大家在意一點 不在法律上面 在動機上面 但其實訴訟本來就是這樣 法律的東西 法律的東西本來就是說 你進入訴訟之後 本來就不可能只論法律 大家一定會去看你做這件事情的動機 然後要去看你什麼犯後態度 你什麼想法 都會考量進去 對啊 這東西本來就是考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討論其實 到後來我覺得蠻有趣 還蠻有趣的 所以在衛福部做這件事情的動機是什麼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上海復興 就是那個代理長 到底是那邊有沒有人 不想讓台灣太開心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who knows 那我覺得 我們真的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法律在做這些貼文的時候 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們被說 互主心切 對 因為很多人是說 我們是不是想要 帶風險 剛剛講的那個動機的那個爭議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貼文 來把這樣爭議洗掉 這真的太 太高過我們了 太高過我們了 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們只有16萬粉絲 沒有影響力那麼大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厲害啦 而且說真的 你在發那篇貼文當下 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我先貼到自己臉書 然後大家都覺得好笑 對 那你不是來留言說趕快去貼法版 沒有 我要來查 我要切割一下 你要切割嗎 是你說你叫我貼 然後我說我才 因為我在教課 我說你貼啦 對 從那裡是我自己搞出來的嘛 但我覺得我自己有責任了 就是我漠視這件事情 我說你貼啦 我在上課 你是社群總監 可是我是站長 我要概括承受這 而且說真的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也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你講蠻好笑的 其實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真的只知道 就是台灣買運也買不到 當下的直覺反應是說 好 我就承認 因為我覺得代理他是中國的 可能中國不喜歡賣給我們 我想法就是有這樣子 OK OK 所以我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說那人家不賣給我們 我們只好自己去買啊 對不對 那大家沒有疫苗打嘛 對啊 這不是很怪嗎 你知道我當下想到什麼 就是賣書啦 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 你沒有看到我說什麼 我網址貼上去 對啊 然後邱懷不是立刻來補連結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把連結補進去 對 我跟你講 還真的有賣基本出去 哈哈哈哈 沒有洗到風向 洗到我們的錢 洗到那個油量 跟那個金流 好爽 所以要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說真的說 我們帶風向什麼 真的太高估我們了 我根本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 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根本不知道原來 我也是 剛剛我才知道 原來那個洗的東西 是叫那個動機那件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啊對不對 我後來發現有一個網友 很認真的在講這些事情 他說我平常沒有在看法白 所以我沒有要批評法白意思 我只針對這個貼文 他說我強烈懷疑這個貼文 它是叫 模糊焦點 移轉大家的注意力 因為法白講的東西全部都對 但不是核心的重點 核心的重點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套 就是衛福部為什麼要繞過原廠 它的動機才是應該要關注的 但是法白用契約相對性 就會讓大家不去關注它的動機是什麼 我跟你講我沒那麼厲害了 可是我想真的 他其實講的蠻精準的 但他在質疑我們的這個動機 是有問題的 我們沒有這個動機 而且講法律歸法律政治歸政治 法律就是這樣子嘛 法律本來就有可能 被大家用各種動機來操作 對我看到這樣討論之後 我就覺得這樣也是蠻有趣的 對我覺得不錯 不錯的好 好吧那就這樣吧 那歡迎大家如果有額外的想法 你可以私訊我們 或者在我們Apple Podcast下面留言 告訴我的想法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再回應大家的留言 這樣子 就是還不錯的話歡迎大家 就是追蹤我們的法克電台的Podcast 我們做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Takebox Takebox Sound out Sound on 好失禮喔 完全忘記 人家現在那個App已經不叫Sound out了 人家現在要Sound Club Sound Club 你要Sound Club了 反正可以聽到我們的Podcast 那也可以follow我們的臉書跟IG 我們會不斷的更新跟法律有關的實施 提供大家不同的觀點 對 那我們非常歡迎就是大家來挑戰我們的觀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好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